然後呢 當然呢 走遍了五個菜 還是見不到溫書施利菩薩 然後呢 有一天他來了一個東台 有一個當著冬天很冷 碰到一個老人家用火取暖 他就進去 師父 對不起 打擾一下 天氣很冷 我可不可以進來啊 他說 來來來 進來 進來 沒問題 喝杯茶吧 很冷啊 然後就看到他 他喝完以後 他看到這個老人家就問了 請問 你知道溫書施利菩薩住在哪裡嗎 老人家問他說 你問呢 他住哪裡 做什麼 他說 我告訴你 我雖然出家 我業障真的很重 而且很呆 我真的很想見溫書菩薩 希望他放光加持我 讓我的智慧升起 結果那個老人突然哈哈大笑 說什麼 哈哈 你要找溫書嗎 那麼臭的小子 那麼笨的小子 我看你還是不要見他好 見了他也沒有用的啊 他故意搓他 潑他冷水 可是那個法雲法師就想 不 我一定要去見溫書菩薩 這個老人大概是發了瘋了 發了瘋了以後呢 不要理他 他就繼續從東台往北台走 走走走走 走走啊 然後呢 走走走走 因為走啊 然後越來越冷 越來越冷啊 結果呢 他就體力不支就倒在地上 然後口就一直吐血 然後迷迷糊糊呢 然後他一直念 溫書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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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支溫書菩薩來救救我吧 這時候啊 他糊裡糊塗的 因為很累啊 身心已經疲倦 又看到 咦 剛才那個老人來了 然後就把他扛起來 放到一個廟裡面 然後老人家跟他講 你啊 專心聽這一段 過去是啊 生生世世很多事 是法師 可是你在講經的時候 貪圖別人的明文利亞 人真正求法 請教你 你知道你有令法 不肯為別人說 所以你曾經墮落好多事都是牛 因為無愚痴 無知的與果報 所以來世呢 你現在欠下過去式的素式業障 但是因為你過去是曾經法師 所以你有這個善根 你今生出家了 然後呢 等到你在地獄 牛的身呢 除了結束的時候 你夜報靜的時候 你投胎做人 所以你有出家 你能出家的因緣是 你一位過去法師 但是你又過去貪明文烈養 跟令法的緣故 所以讓你啊 誦經啊 都不通達 他這一講完以後 說 來吧 我幫幫你吧 你不是要文殊菩薩啦 幫幫你嗎 文殊菩薩來了 原來這個老人家就是文殊菩薩 結果就拿了一個如意鉤 叫他躺著 就把他的肚臍這樣割開來 然後把心臟拿出來 給他看 你看 你的牛 你的心臟像什麼 注意 不是人的心臟 真的是牛的心臟 他說 這就是你的業 然後呢 老人家把他拿出來 然後拿了一個水盆 洗一洗 然後丟進去 就踢他一腳 好啦 你可以起來了 結果朦朧地一起來喔 誒 他突然覺得心很清涼 然後心啊 身心很清涼 雖然剛剛是朦朦朦朦的 對不對 但他還記得 然後呢 前提都流汗 結果他就想感謝那個老人家 結果出去的時候 就看不到這老人家 結果呢 他就跪在那邊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 你讓我再看到你一次吧 結果那老人家 騰空一遍 騎青色的獅子 然後放光照著他 就跟他講 我就是大智文殊施力菩薩 經過這一次以後 法雲法師 以前所做過的一切的惡業都燦除 一些沒有讀通達的經論 結果呢 讀一遍 全部他都通達 而且他還能夠深作為人說法 最後他又發願到 東南浙江省一帶 去拜阿育王的設立塔 昼夜經景 在經經的時候也看到阿育王的設立塔放光 而且北台的文殊施力菩薩 從五台山 五台山到浙江省是很遠 文殊菩薩放光照著他 加持他 給他很大的鼓勵 最後呢 天上裡面就出現了兩個字 善助 善助 原來他就知道善於安住 他就知道自己要入滅了 最後他就在這個阿育王設立塔坐著就往生了 好 我講這個故事 那師父第一次看到這也很感動 尤其是對我們來說的 做法師呢 不要貪圖別人的名文利養 而且知道佛法的話 不可以令法 不然將來會做牛 所以 我們一生都有很多很多的障礙 障礙並不可怕 請寫下來 可怕的是你逃避障礙 障礙並不可怕 因為我們還沒有學佛之前 其實我們都迷失過 墮落過 像尊貴的釋迦牟尼佛在《本聖經》裡講 他在過去世當中也在地獄 惡鬼畜生住過 可是當佛講這些的時候 佛並不丟臉 為什麼呢 因為與惠的大菩薩 通通都在聽釋迦牟尼佛講經 聽釋迦牟尼佛講經的同時 沒有一個人會嘲笑佛陀的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大菩薩在聽佛講經的時候 都像看錄影大一般 所以 他的功德是非常殊勝的 所以他聽佛講經的時候 他不會去嘲笑 而反而會讚嘆佛陀 因為過去是他墮落 可是佛啊 深深是勇猛精進 現在成為賢傑 對不對 第四尊佛 所以所有的文書普仙觀音 反而更讚嘆釋迦牟尼佛 所以人啊 不要去害怕 不要覺得自己很醜陋 煩惱很多 我聽以前一個老和尚講的 我常常記在心裡 沒有正阿罗汉果之前 誰都不要嘲笑誰 大家都是很醜陋的 但是差別呢 你要有一顆菩提心 要有一顆精進的道心 只要你很精進呢 一切業障啊 都可以消除的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佛性 可是你要有很用功 就像剛才我講的這個法師 法雲法師 他很善良啊 師父教他怎麼做 他就怎麼做 然後教他拜文書菩薩 他就每天拜佛啊 最後他覺得呢 他要拜五台山 他念念都想見文書實力菩薩 那樣堅固的道心啊 是值得我們讚嘆的 這個不是著魔 想見佛就是很好 但這裡我要提醒各位 寫下來 有怨而無妄造心 你可以發怨 我要見阿彌陀佛 我也發怨 我要見觀世音菩薩 你可以發怨 你也可以發怨見地藏菩薩 你要有這個大怨 但是啊 不要有妄造心 就是不要急 妄造心會讓你著魔 你好好用功 掺除業障 修福修慧 水到渠成啊 當因緣業力掺除的時候 佛菩薩自然會顯現 你不要急 現在有些人非常的急 哎呀 我要見阿彌陀佛 怎麼我還沒有見阿彌陀佛 西方极樂世界不是真的嗎 很多淨土感應錄裡面 都有人見到阿彌陀佛 待會我還講一個 我同學他媽媽往生 就真的欲知實至的 我在這一生當中 我周遭很多在家住家 真的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極方極樂淨土 不會因為你學術 或某些南傳法師講說 大乘非佛說錯 真的極樂世界是真實的 你要有信願性 所以很多人的信心是動搖的 所以你可以發願 你要見佛 但是不要急 你可以發願在禪定之中 夢寐之際 早日見到佛 希望佛為我放光而說佛法 你假如能夠 做到一次的話 那你智慧會大開 還有另外也寫下來 你也可以發願 讓我在夢中 見一次西方极樂世界 老菩薩特別寫下來 你可以發這個願 對西方深圳跟阿彌陀佛 你說阿彌陀佛 觀神音菩薩 大師之菩薩 蓮子海慧佛菩薩 弟子很愚痴啊 我雖然學佛法 大家說淨土法門好 我也覺得好 可是我很慚愧 我沒有看過 你可以在夢中 讓我見一次極樂世界嗎 會 阿彌陀佛可以滿你的願 讓你能夠夢中 見一次極樂世界啊 我告訴你 你這輩子啊 打死你啊 任何一條路你都不去的 我講一個真實的例子 叫做印海老法師 然後他以前在 圓光佛學院教書 後來他也清正印順法師 然後呢他在美國 他就曾經親自說過一個故事 他雖然學唯士 也學經論 可是他在圓光佛學院呢 他有一次教淨土 然後呢 如武院長 當時沒有主妻和尚 請他帶和念佛的禪妻 主妻帶出家中 所有在家 所有人打佛妻 他自己也修阿彌陀佛 可是他就親自說過 他有一次呢 他就在打佛妻的時候 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七天 在中間那一天呢 他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別人沒看到 他念阿彌陀佛的阿彌陀佛 突然在他面前 萬丈光明出現了 放光照著他 他非常的清涼 而且他那一刹那 他永遠不會忘記 所以啊 他這輩子 不管修什麼法門 他一定發願求生極樂世界 雖然殷孫法師 對淨土有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法師呢 修南川佛教 也不修淨土 可是啊 他跟你說 淨土是真的 因為我見過阿彌陀佛 他現在還活著 我沒有見過這個老人家 我看過他的書 他講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也很感動 知道嗎 所以 要堅定自己的道心 當然你會想說 為什麼他會見過阿彌陀佛呢 答案是過去世 他也修過淨土法門 很慚愧的說 師父這一生 在出家的時候 我求觀音跟地藏 我見過地藏王菩薩 讓我看到我過去世 不瞞你說我也是很難度的 我是知識分子 也很喜歡跟人家辯 很愛問對不對 你沒有讓我看到 我也不會相信 地藏菩薩就讓我 看到我過去世很多事啊 阿彌陀佛 所以是真的 你可以有怨 而無妄造心寫下來 你可以發怨 但不要急 你說發怨 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讓我看一次極樂世界吧 我修普賢行願品 我希望我將來去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會買你的願的 假如你能夠見到極樂淨土 那是你的大善根 大福德大因緣 那你不要擔心 你這輩子斷氣的時候 一定有很高很高很高的希望 會往生極樂世界的 請看經文四十頁第七行 悟五悟一 通明無果 剛才講 丁二廣顯眾得分二 悟一通明無果 悟二別顯勝果 好通明無果是講 一切的修大乘經論 都會有得到這五種殊勝的結果 它是古漢文 師父先解釋一次 己一 明真上果 真就是增加 上就是一直往上爬 廣論裡面講 念念要真上 你會明白指出的 你會得到真上的結果 第二個 明等流果 這裡的等是等同 流是指聖人之流 就是說你可以正悟到等同聖人一樣的功德 所以叫明等流果 第三個 己三 易守果 易守果 易就是指其他不同 也就是說你今生修 在來生的時候 在來生 所謂來生 就可能是下一世 或下兩世 或下三世 不一定 在其他生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殊勝成活的結果 叫易守果 第四 己是 適用果 適用 適就是適代夫 就是君子的意思 他有力量 能夠破壞一切惡趣 能夠降伏一切外道 你有適用 就是你很有力量 可以降伏外道 幫助別人 這叫適用果 离系果 系是指煩惱 离 就是離開 離開煩惱 簡單的講 就是從煩惱中得到解脫 所以叫做离系果 那假如在修大乘菩薩道裡面呢 不管你修華炎三昧 法華三昧 這 或是呢 波爾波羅蜜 你都會得到這五種殊勝的結果 同樣的修華炎經 你也會得到 請看經文 請看 幾一明真上果 事故若人 宋慈普賢大願亡 走在人世間呢 就像沒有障礙 就像空中的月亮 從天上朵朵的雲端 雲翼就是很多很多的雲 翼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我們講 眼睛上的薄墨 各位說有些人有得過白內障啊 或者視網膜啊 要去治療啊 就好像你感覺 眼睛上有個朦朦的 這叫翼 雲翼就是說 雲很多 把他月亮都遮住了 可是雖然月亮遮住了 但是呢 你像空中的月亮一樣 從雲端中可以出現 比方說 中秋節 十五的月亮 皎節的月亮 就是從雲當中出現 諸佛菩薩之所稱讚 一切的人經 人天都會對你禮拜跟恭敬 一切的眾生 不論在家出家 看到你都會有歡喜心 假如你是出家人的話 就會歡喜 接受眾生的供養 這叫明真善果 就是這一世 你會得到這個結果 第二個請看 己惡明等流果 剛才講等 就是等同於聖賢之流 請看經文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圓滿普賢 所有功德 我們現在得到人生 當然很好 可是你會發覺 每個人的相貌不一樣 假如各位有興趣 你可以從小做一個紀錄 讓你出生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 每隔十年 人的相貌都會變的 我下次應該做這個工作 應該讓你看看 師父以前的照片 我還保留我一歲的照片 我媽媽幫我保留的 萬一長得很Q很可愛的 我人緣很好的 我看到每一個人 都會敬他一下 不管男生女生 我媽媽說 所以我人緣很好 小時候大家都搶著 我要抱 但是我有點愛哭 下嬌 然後你看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 很慚愧的說 師父今年已經四十七了 唉 老啦 過了四十歲以後體力 你把十年看一下 你把你的大頭照排在一起 假如你真正用功休息 你會發覺相貌是會變的 所以 當然我們得了人生 可是說你修普賢行願 你的相貌會越來越莊嚴 接下來請看經文 不久 當如普賢菩薩 素得成就唯妙色身 具有三十二種大丈夫相 好 把經文不久 這兩個字畫起來 這是關鍵詞 在普賢行願品的註解裡面講 不久有很多意思 有些不久是什麼呢 是你這輩子修 可是你因為過去業餘煩惱 簡單的說 師父用白話解釋 就是好像你現在呢 在買馬來西亞的國產轎車 你買了這台車 你的錢呢也不能換 你也不能夠重新換 德國車或日本車 Toyota或Suzuki或德國的車 你就用這部車 對不對 因為你過去的業餘跟煩惱 你現在已經投胎了嘛 投胎就有固定的相貌 對不對 雖然相由新生 但是你會覺得變化不很大 可是你的心會慢慢修 也就是說 雖然你是這部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保養的很好的零件 然後呢 輪胎也定期保養 然後你也加油 所以你不可能換車 可是這部車的功能啊 會越來越好 一般人用50年 因為你保養得很好 你可以用到60年跟70年 這也是普賢菩薩加持 了解嗎 並不是說你現在念了 明天登記了 你就換另外一個人 不是 因為你今生的夜還沒有進 第二種 不久的解釋是指 當你這一身斷氣的時候 蓮花化身的時候 你會長得像 普賢菩薩一樣莊嚴 這裡的不久是這個意思 不一定指今生 當你生命斷氣的時候 經過中英生投胎 來世的時候 假如你能夠往生 西方極樂世界更好 假如你沒有往生 你來生繼續做人 行菩薩道 或是你往生到天上 你會相貌非常非常的好 勝過你旁邊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過去世修過普賢行願品 這叫不久 當如普賢菩薩 具有三十二相大丈福相 那講到這個不久 最長最長是什麼呢 是指你究竟成佛的時候 你一定會跟普賢菩薩一樣 一樣莊嚴 因為成佛的時候 都是一樣莊嚴的 表示功德圓滿 所以大殿裡你看到 釋迦牟尼佛 曜師佛跟阿彌陀佛 有時候三尊佛像 三寶佛 雕的都是一模一樣 為什麼 代表你的就是福德智慧 萬德莊嚴 究竟圓滿 這不久這兩個字我要講清楚 不然你會誤會 關鍵詞的時候 你要看朱姐的書 請看幾三 易守果 假如你這輩子沒有去極樂世界 你也不要害怕 你不會墮入三二道 所以宋華燕經 保證你不會墮三二道 不要懷疑 不管你修得好不好 你只要肯修肯念 你絕對不會墮三二道 除非你過去很大的惡業 要去償還 你看喔 晚課裡面呢 都會念 若人律了知 三世一切佛 因觀法皆信 一切唯心照 一句呢 華燕經經文 都可以讓地獄裂開 地上菩薩 都可以讀幽冥界 所以華燕經功德很大 但假如你的因緣是來生 投胎做人 或生到天上 請看經文 若生人天 人間或天上 你所居住的呢 一定是尊貴的種族 你會投胎到貴族家 而且好消息是 這個貴族家是佛教徒 假如你或 假如你萬一投到基督教 天主教 或是家是姓阿拉的話 那你唸佛的話 他是會打你的 罵你的 可是你會投胎到佛教徒家 接下來看 幾世世用果 請看經文 我把三個畫起來 稀能破壞 稀能遠離 稀能制服 這是三個力量 第一個 你會破壞一切惡趣 什麼叫破壞惡趣呢 簡單的講 因為你是有補賢行願品 然後你自己又很認真功 修持 所以你把貪稱吃 進入三惡道的門 給關起來了 就破壞進入一切六道或三惡道的門 你可以把它關閉 就是你不會投胎 第二個 稀能遠離一切惡有 請畫起來 有些聯友會跟我講說 師父我很想修行 可是我就常常會碰到很多 那個假的騙財色名色色位的師父 還親近我 有時候我就聽到很多的惡友 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我也很發心 可是最後都騙了 怎麼辦 深呼吸 答案那是你惡業 你過去的惡業 比如說有人會被如生印騙 師父就不會被他騙 還有一個青海無上師 現在也不叫無上師 是一個美麗的女眾吧 為什麼有些人會被這些騙 其實是你過去的惡業 你雖然想修行啊 可是你卻遇到了騙你的人 是表示你過去是也騙過別人 你忘記了 你不要認為不可能 拜觀音菩薩 拜地藏菩薩 讓你看到過去是 你就會嚇死了 真的 師父是很真心跟你說 所以假如你會發覺 我動不動就碰到壞朋友 動不動就碰到呢 騙財色名十歲亂七八糟的惡友 念普前行怨憑 他就會自動離開 最後 稀能降伏一切外道 我看各位現在也沒有功力跟外道變 你不要被外道拉走就不錯了 這是指佛在世的時候 佛陀常常會跟外道辯論 為什麼呢 因為在印度婆羅門教裡 外道修得很好 也有飛翔飛翔諸天 外道在禅定中也有神通 所以印度人呢 很常常崇拜那種有特異功能的人 或是呢 我曾經在新加坡還看過呢 有印度教的節慶 就是一排的那個刀啊 跟火啊 他可以呢 不穿鞋就這樣踩過去 然後呢很多印度教 哇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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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善哉善哉 這個好像是聖人一樣 其實那邊有什麼嘛 你掉一個鋼絲 不就飛過去了嗎 可是我們人呢 常常會去崇拜這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 外道很討厭佛陀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外道都沒有供養了 以前印度的文物百官 王公貴族 對於修行的人 都很願意互持 會供養金銀珠寶 食物跟飲食 結果佛出世以後 他都供養了佛陀 也供養了佛陀的僧團 所以外道啊 是咬牙切齒恨恨佛陀的 所以外道動不動就喜歡找佛來辯論 故意就把佛辯倒 可是啊 很不幸的是 不是應該叫很幸運的是 佛陀是一切智者 他都把外道給降伏了 可是 制服一切外道啊 你要有功德力 你甚至 可以在阿含經跟大聖君論裡面 看到佛啊 還是用神通波羅蜜 降伏外道的 龍王啊 對不對 幽冥界眾生啊 佛是這樣的 所以 念谱前行願品 你不但不會被惡友給誘拐 甚至呢 你也可以控制自己 不被外道迷惑 有一天 若你智慧通達 變才無礙的話呢 外道也會變輸你的 嗯 接下來再看 集武 黎系果 黎系就是從煩惱中得到解脫 請看經文 稀能解脫一切的煩惱 就像獅子王 吹拂一切的群獸 獅子 在動物當中呢 是萬獸之王 他一叫的時候 所有的動物都怕他 看受一切天上人間的供養 這五個結果呢 都叫做 叫做 通明無果 是說 你修大乘菩薩道啊 你真正修有功德力的時候 你都會得到這五種結果 同樣的 送普賢行願品的 也有這五種結果 好 接下來再看物二 特別請物二記起來 四十八送到五十二送 我先念一遍 因為這一段很重要 然後我再解釋 待會我會講教義 請看四十八 願我靈欲命中時 淨出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差 四十九 我既往生彼國已 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余 與利樂一切眾生戒 這個字可以念 利要一切眾生戒 或利樂一切眾生戒 都可以 這是破音字 兩個音都可以 五十 彼佛眾會賢清淨 我時余聖蓮花生 清獨如來無亮光 現前受我菩提記 好 四十八到五十二 其實就是我常常編的 極樂淨土發願文 請翻開第六頁 第六頁 講義第六頁前面 第十二行 極樂淨土精簡發願回向文 師父就是從這經文摘錄的 為什麼 發願文有很多種 尤其這個發願文特別好 是講從我們發願靈命中 沒有障礙 所以你看第六頁 好 第六頁的第二 極樂淨土發願文 你可以從一二翻過來 一直到第七頁 事實上呢 它是到了第五頌 接下來第六頌 我就加上去 第七 第八呢 是按照燦法裡面的總的 把它加上去 所以第六頁到第七頁 請你背起來 為什麼 我先解釋 經文 然後給你看圖片 請看 四十八頌翻回來 四十頁 第四十八頌 希望我臨命中 我們臨命中的時候是很痛苦的 淨除一切所有的障礙 我們有什麼障礙呢 第一個 四大在分離的時候是很痛苦的 我在這邊沒有太多時間講 我們最後一天怎麼辦 我先講重點 假如今天是你往生 最後一天你怎麼辦 第一個要懺悔 第二個呢 站起來燒香禮佛 第三個寫遺图 第四個布施 第五個呢 誦經 最後就念佛 然後呢 你就不要講話 今天假如是你最後一天 詳細各位可以聽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院 我有講 當臨命中的時候 我們很痛苦 是第一個我們四大會分離 第二個 旁邊會有你的眷屬 尤其是情質很深 你可能捨不下 尤其是在家居室 你捨不下你的家人 孩子 孫子 妻子 兒子 那假如他哭的時候 你會動心 那你就叫他到外面去 那個情質啊 就像能量一樣 會牽動你 會讓你沒辦法正念分明 所以我建議你 假如你往生的話 最好呢 假如你能夠控得自助 你家人也是佛教徒 叫他來幫你助念 那時候很好 假如是不能的話 最好叫他出去旅行 這是真的 他離開了 你的心比較不會受干擾 第二個 就是你心中有什麼願望放不下 你要先寫遺囑 知道嗎 叫後人幫你放 做 第三個 你必須念佛 然後你要發願 發願呢 就發這個願 希望我離命中的時候 除去一切的障礙 我只有一個願望 我要去見到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那一剎那之間 就能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願的力量很大 我先講祭送 待會會講40頁的長行文給你聽 49 我既然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以現前成就此大願 把現前成就此大願 請畫起來 這裡的此大願 就是普賢十大願 普賢十大願 每一願都有 念念相去 無有間斷 身與異業 無有疲焰 它的境界都是 盡虛空 遍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的佛國土 老實講 他要出地以上的菩薩 才做得到 那我們凡夫做不到 可是佛 從來不會講一個 說佛世界眾生 不能修的法門 所以我這次把普賢十大願 把它濃縮 把它生活化講 但真正你要正到 所謂念念相去 無有間斷 身與異業 無有疲焰 要到淨佛國土 你才會圓滿 現前成就此大願 這裡的此 就是普賢十大願 而且是一切圓滿 都沒有眷缺 而且淨未來即 能夠利益一切的眾生 注意一切的眾生 就包含天上飛的 地上拔的 池裡游的 水中跳的 過去現在 未來的一切的眾生 再看五十宋 彼佛 就阿彌陀佛的 極樂世界 全部都是清淨的 我在這個時候 是蓮花化身 而且花開見佛 就親自見到 無量光佛 無量光佛 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叫無量光佛 也叫無量受佛 接下來當你到 上品上升的時候 他就會 現前受我菩提記 好 現前受我菩提記的意思 就是佛會為正式受祭 在沒有看圖片之前 我先講這一段很重要 重要什麼 專精聽 請問 假如你現在斷氣了 現在斷氣 假如好的話呢 你是活著 修得很好的說 佛來接引我了 比方說 各位若有機會去看 佛陀教育經驚會 佛陀教育經驚會 出的 《近代往生隨文錄》裡面 很多都是往生極樂世界的 還有一本書叫《念佛法藥》 有一點是古漢文 我會留一本書呢 或者兩本留在圖書館 各位可以看 然後呢 還有元英大師的《勤修念佛法門》 其實有很多書可以看 我剛學佛的時候 我曾經把淨土聖賢錄 每天都看啊 三五頁三五頁 我整本都看完 我還分類說 哪一種人怎麼往生 哪一個人種什麼往生 好 那我現在問你 假如你現在斷氣前 假如你修得很好 你會看到西方三聖 同時來接引你 那當然很好 恭喜你 對不對 等一下啊 你看到西方三聖 親自來接引你 那就恭喜你 可是有時候你會講出話 佛來接引我了 那就保證一定往生 絕對往生 你不要懷疑 可是有時候啊 你看到佛 因為你的身體器官已經衰敗了 四大了 你啊 沒辦法講話 但是你會這樣 指著他 一直做佛來接引我 那也往生 第三種還有聽到 天月明空 異鄉滿世 可能有些人看不到 有些人看得到 對對 也就是說他會說 西方三聖來接引我了 那當然恭喜你 一定往生 可是還有一種眾生 就是他斷氣了 所以現在祝念 是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 老實說現在台灣祝念 都不止八個小時 因為現在人情質比較重 以我們臨終祝念的經驗 有些人八個小時還沒走 還有體溫 所以現在台灣提倡延後 十二個小時 甚至還有人家念一整天的還沒走 那是特例 一般來講念十二個小時 好 那假如你現在斷氣了 地水火風都離開 你神是離開了 你就開始飛了 對不對 可是極樂事件沒有出現怎麼辦 沒有出現怎麼辦 這時候要專精聽這一段 很重要 就是說你現在已經斷氣了 斷氣了以後 你身心分離 然後呢 因為呢 你身心分離 所以你突然覺得你很自由 哪裡都可以飛 哇 都可以飛 然後你也可以飛回來 看自己的家人 可是你看你的家人的時候 他卻無法跟你講話 因為你已經跟他是不同空間的 然後你就看到很多人在哭 欸 你看到你的屍體躺在那裡 你可以來去自由 天都飛 可是飛久了以後 你會覺得很累 請坐下來好嗎 現在我講很重要的 然後呢 你會覺得很累 然後這時候啊 你會覺得好像被卡住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死掉了 我也知道我死掉 有些人開始不能接受 可是呢 極樂事件又沒有看到 這時候怎麼辦 注意聽 背這一段經文 這時候盤腿 合掌 想西方極樂世界 開始念 愿我靈欲命中時 敬足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叉 我既往生彼國已 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余 力樂一切眾生界 這時候你會身心分離 你不要害怕你會念錯 只要你平常背 這是你的心非常的強的力量 然後呢 這時候極樂世界菩薩會放光 因為這是華炎精 普賢行願品 所以 普賢菩薩 華炎海會也會放光 你一直念 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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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像各位看 現在旁邊 看你的左邊 跟右邊 我們現在在冷氣法 對不對 那時候你會感覺就像 你被關在一個地方 各位 我不知道你們有 泡過三溫暖 三溫暖你去 在蒸汽室的時候 你泡泡熱 熱的時候你就會想出去 結果你出去的時候 突然開 哎呀糟糕 門被卡住了 這時候你會很緊張 那個時候你會 爭目音聲 就像這樣 這時候怎麼辦 只有靠 佛力 法力 跟自力 才可能 那時候有人說 師父我要念阿彌陀佛 可以 問題是你念佛的時候 佛並沒有來呀 表示你的念力 並不夠強 所以這時候要發怨 念這一段文 你念 一直念 願我淋欲命中時 淨除一切諸障愛 一直念 念七遍 十遍 二十一遍 一直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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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到最後 就好像融了這樣 砰的一聲 极了世界就現前了 綁的一聲是我說的啦 那也不會嚇到你 意思像冰山一樣 突然融化 極了世界就 阿彌陀佛就現前了 為什麼 是你的夜 藏住你 也就是在你斷氣 看師父 這兩個麥克風 這個身體斷氣的時候 那你進入中音聲的時候 你的夜是不穩定的 這個時候呢 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你要透過發怨 發怨的怨力 就是很嗆的太陽能一樣 它會融化你所有的夜 就像冰山一般 而且念這段經文 西方三聖會放光加持你 華原海會佛菩薩也會放光加持你 佛力法力 加上你虔誠的力量 然後呢 一刹那之間 極了世界就現前了 就像這個圖 你就會聽到 天月明空 異鄉滿世 就恭喜你 阿彌陀佛就會放光加持你 善男子善女人 以你的功德力 歡迎你來西方結樂世界 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在中音聲的時候 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的 不然你那時候手忙腳亂沒有用 你放不下你家人也沒有用 你到時候就飛 而且在佛經裡面說 中音聲飛啊 每隔七天啊 他會累 像睡覺一樣 所以為什麼大政要做七 因為他夜會顯現 可是呢你就是到處飛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飛 但只有兩個地方無法去 第一個 佛提樹的金剛寶座 你穿不過 胖了你會彈回來 第二個 母親的子宮你進不去 可是這個時候啊 假如你不念佛 注意聽 透過一個七 兩個七 三個七 就有很多幻境就會出現 可能有打雷 下雨 閃電 就是你的夜力顯現 別人看不到 只有你看得到 然後經過一七二七三七 這時候 所有的黑夜的世界 就變黑的 請問黑的裡面 在黑暗中你會找什麼 告訴我 光 對 這時候 假如你沒有去極樂世界 這時候你就會想找光 你會動個念頭 就好像停電的時候 你一直會想找蠟燭 你一直會想說 開關在哪裡啊 我要按啊 這時候因為你強烈的念頭 你就會看到跟你有緣的父母 在交配浴火焚身 然後就會呢 只有你看得到 他就會飛過去 飛過去那一剎那之間 你會有參與的感覺 你希望得到溫暖 你抱上了爸爸 你就生出來是女兒 抱上了媽媽 生出來就是兒子 一剎那之間 你就進入媽媽的子宮了 人就是這樣投胎的 很精彩吧 很多人聽這一段說 師父你好像走過咧 這是我的秘密 就不用告訴你 其實沒有什麼 這是佛經告訴我們的 真的斷氣的時候是這樣 所以第一 你能夠修到欲知實至 靈命中來接引你 那是最好的 看這張敦煌的壁畫 上品上身的出家人 阿彌陀佛跟所有的廉止海揮佛菩 來接引你 所以最好的是什麼 你活著的時候 你就見到佛 所以注意聽 你坐著佛 活著的時候見到佛 佛接引你 放光加持的時候 你的神師啊 就像跳上去 踩的蓮花 你就走了 所以你並沒有死 所以淨土中才說 念佛是不死的法門 是真的 你並沒有說 靈命中的時候 我死了一下 然後我再把你拉回來 沒有 你是活著的時候 清清楚楚 就像脫冬天的衣服一樣 一拖 然後看到佛來 接引我 很高興 所以應當發怨 怨生彼果 可是 若萬一 你見不到佛怎麼辦 背這一段吧 所以希望大家 48宋到52宋 每天要念 尤其晚上睡覺前 跪在佛前念 最好念三遍 你看師父很忙 我每天我也有自己的功課 可是晚上我睡覺之前 我一定會念這一段 阿彌陀佛 輪回很苦啊 願我今天講盡 我所做的功德 我回向你一切眾生 我這輩子啊 娑婆世界 最後一生 我不要再輪回 我就會念 願我靈欲命中時 淨除一切諸障害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差 要很懇切 至少念三遍 然後呢 然後就回向 然後你就睡覺 你睡覺的時候 就要想躺在蓮花裡 那萬一你明天起不來呢 你就去極樂世界吧 那萬一明天又起來呢 可是夜還沒進 就繼續行菩薩道啊 你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隨時隨便準備好 所以這一段真的很重要 普建石大院 所有全部都很重要 全部都忘光了 請你記兩個重點 一個是發不提心 一個是這一段 好 我講一個故事給各位聽 是真實的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好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圖片 待會再給你看 好 看這張 我的師專的一個同學 叫張志聰 他現在也活著 他的爸爸跟媽媽 好 兩個人都往生了 很不幸他的外公93歲 青年 前幾個月往生了 我跟他們家人都很有緣 他是客家人 住在台灣新埔 客家庄 新埔 我是北埔人 我們家人現在班竹東 那這位黃雲兒 他的媽媽叫黃雲兒 今天我有講過給兩個人 有聽 我現在講細節 他一生啊 剛開始呢 他是學道教的 就跟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這個 現在93歲今年往生的 那他從小呢 他爸爸就清進很多寺廟 也清進石頭山 但他並沒有姻緣出家 但他在家 很有品德 修行也很好 也是虔誠佛教徒 有時候商下呢 都會幫人家送經 而且不收錢 他會拜禅 他們常常送法華經 拜法華禅 金剛禅 所以跟鄉下新埔一家 很多的寺廟都有緣 結果後來他的媽媽認識我 也認識我的師父 修淨土宗 就開始念無量壽經 非常的用功 他十年啊 念無量壽經 都沒有中斷 甚至我到他家住的時候呢 他早上五點起來啊 他自己習慣打墓語 自己就念無量壽經 念完就煮早餐 就供養我 所以我跟他們家很有緣 那他呢 平常黃云娥這位黃居士女士 他除了很善良 鄉下的人啊 很多人呢 這個死亡的時候 出病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倒楣 都不願意去幫忙 不會 他就會幫人家助念 然後呢 幫人家安排上上佛事 他一毛錢都沒有 拿 然後碰到人呢 沒有飯吃 他就幫助他 碰到很可憐呢 有些年輕的人想讀書沒有錢 他就贊助他獎學金 也就是說在世間來講 他是一個很好的善人 平常就修福修慧 等到他學了淨土宗以後 他就專心念無量壽經 他念阿彌陀佛 然後呢 十年他沒有中斷 傳統上呢 在這個 他住的地方 要到台北 淨中學會是有一段路 就大概像你們 從 居蘭吧 到KL這樣一段路 他每隔一個月呢 他就會叫他老公 他老公是開車子的 貨車的 然後呢到台北去 在無量壽經 在佛像 然後在DVD 還有佛卡 到鄉下所有的寺廟都發 勸人念阿彌陀佛 勸人念觀世音菩薩 好 他一生修得很好 很不幸 五十二歲 他得到紅斑性狼瘡 就進了醫院了 就一進醫院裡喔 其實啊 他也很緊張 放不下 為什麼 因為在鄉下裡面 是一個大善人啊 他就在講 兩部的狼喔 都不長壽啊 五十二其實沒有很長壽 所以他第一次進醫院的時候 他們全家人都很緊張 都幫他送金啊 拜餐啊 放生啊 點燈做功德 還吃很多偏方 調養身體 就第一次他從醫院裡出來了 就過了三個月呢 業力啊 紅斑性狼瘡啊 也是一種癌症啊 癌細胞發生了以後呢 就又進了醫院了 第二次 第二次呢 大家又送金啊 拜餐做功德啊 過了一陣子呢 又出來了 到了第三次啊 哎呀糟糕 就出不來了 因為病情呢 越來越惡化 然後呢 可是他還是放不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兩個大 大的孩子 還有孫子 還有家裡很多事 然後呢 爸爸呢 是白髮人送黑髮人 全家族的人 跟鄉下村莊的人 都很擔憂他 結果啊 到了第三次的時候 他住醫院的時候 注意聽 他從小啊 就很精進嘛 對不對 也拜觀世音菩薩 拜阿彌陀佛 就有一天啊 他在醫院裡面啊 觀世音菩薩 白衣大師出現了 拿著羊汁淨水 幫他灑干露 喊他的名字 黃雲兒啊 人都是要死的 早死 晚死 都要死 放下吧 你跟我去西方极樂世界吧 這是真的 師父現在講話 一個字都沒有打妄語 這真是發生的 結果他一聽了以後啊 他就真的放下了 觀世音菩薩的力量 是很大的 他就像講話 就像劍一樣 咻 在地上 對不對 觀世音菩薩幫他灑干露啊 告訴他 人都要死啊 早死 晚死啊 你就放下吧 跟我去西方极樂世界 就到了第二天啊 他的孩子跟先生來了 來了醫院以後呢 他就跟他講 叫他兒子 自從媽媽要走了 他說發生什麼事 我昨天看到觀世音菩薩了 觀世音菩薩要帶我去西方极樂世界 我本來放不下的 我現在都放下 叫爸爸進來 叫你哥哥進來 我開始講遺囑了 家裡的財產怎麼分 孩子怎麼分 什麼事情都安啊 完了以後 他說 我不要住醫院了 我要回家 結果他們就全家人送他回去啊 全家回去呢 他家的佛堂呢 我也去過 而且呢 我要出國留學的時候 我還送過他們家我 一顆一身 第一次的釋迦摩尼佛設立子 因為他們家跟我很有緣 我想我出國東西很多嘛 我帶佛像就可以了 我就送他一尊釋迦摩尼佛設立子 他早晚都很用功地拜佛 結果他們就在祝念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他的先生念得很累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大家都排班念啊 也是會累的嘛 半夜24小時這樣念念 念了沒幾天啊 在呢 他在嘟咕的時候就是呢 就是好像在這樣子 似碎非碎的時候 突然看到啊 他太太站起來 披著海青 對著大殿 釋迦摩尼佛跟西方三聖 頂禮三拜 向西方轉 阿彌陀佛萬丈光明照著他 觀音世智呢 就來接他 他就往生阿彌陀佛 那一刹那時 他先生看到了 結果就放生大哭 一哭的時候呢 就看到 他太太安詳地就走了 就真正去西方极樂世界啊 所以各位啊 不要聽人家亂亂說 要相信佛說 极樂淨土是真的 只是你願不願意修啊 好 我做幾個歸納 他為什麼會往生 第一他這一生很善良 對不對 他從小啊 結果呢 幫助很多人 他不是要收紅包而已 造橋鋪路 做善事他做了很多 第二個 他相信了淨土中以後 他一天十年都念無浪壽經 都沒有中斷過 所以你要讀衝經典 任何一部經都好 可是你要很 有信心 你喜歡讀地藏經也可以 你喜歡讀金剛經 任何一部經都可以 最好讀普賢情願品 普賢情願品 一定往生極樂世界 第三個 就是呢他這一生啊 到處呢 都會常常在法寶 在佛像 到鄉下去發 所以他勸進行者 雖然他沒有講經 但是他常常把 老和尚跟我講的經 到處去跟人家說 你要聽經啊 學佛啊 極樂世界很殊慎 雖然你看他是 五十二歲 紅斑性男裝 進了醫院兩次啊 他還放不下 但他很有福報 感到觀世音菩薩 親自獻身 為他灑幹露 掺除他的業障 叫他的名字 黃雲鵝啊 人早死晚死都要死 你放下吧 跟我去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他真正欲知實至 那後來呢 後來那很可惜 當時我 他往生的時候 我人在國外念書 我並不知道 後來呢 他還問了他的兒子 他說 我現在要走了 那星紅絲呢 我很久沒看得到他 他在哪裡呢 結果他的兒子 就是我的同學 志聰啊就跟他講 媽媽你不用擔心 你放下吧 你去極樂世界 將來我們都會在極樂世界見的 星紅絲現在在國外念書 所以當我知道的時候 我人在澳洲 我放聲大哭 不過我真的很歡喜 我卻打國際電話回來問他 他告訴我這些全部的細節 所以我希望將來應該把他的故事寫在淨土聖賢路裡面 他是真正往生極樂世界的 所以往生極樂世界你要有很用功很用功很用功去的 不是吊兒郎當啊 悠悠惚惚啊 我想去就能去啊 每天念十聲阿彌陀佛對不對 還繼續看一下瓜哈喜 然後再來去吃郎吃郎 等來生吧 不容易的 西方極樂世界講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身彼國 所以告訴你 靈命中要見阿彌陀佛是真的 可是你要非常非常用功 甚至呢 不要常常去舉貓啊 狗啊 動物也會念佛 那都是特例 其實 以櫻光大師說 他都是多生多節啊 他本身是修淨土 結果每一次呢 都是考五十九分沒有去的 阿彌陀佛從來不會捨棄任何人 請看下面 你心要常常清淨 你想佛的時候佛也想你 你也可以念觀世音菩薩 念觀世音菩薩 西方三聖同時回來接你 有人聽到說 念觀音菩薩就不能去極樂世界 錯 可以去 你要發願 西方三聖同時來接你 但是為什麼你看不到阿彌陀佛 只看到觀音呢 因為你的業啊比較重 好 《觀無量壽佛經》裡面呢 阿彌陀佛發願 臨終接引願 他沒有說 上輩往生我阿彌陀佛接 欸 觀世音菩薩 終輩給你啊 下輩呢 大師之菩薩你去啊 沒有 西方三聖同時都來接引你 但是因為你的業啊 業力很重啊 四大分離又很痛苦的時候 你大概只會看到觀世音菩薩 看到觀音菩薩也不要懷疑 你就去極樂世界 他不會送錯地方的 好 所以我公開回答 念觀音跟地藏 有這個願心都可以去極樂世界 請看圖片 所以清淨心當中才能念佛 才能見佛 所以你常常要保持清淨心 心淨則途徑 好 請看台灣 台灣台北 有一個北投 北投旁邊有一個地熱谷 有一個從日本傳來的台灣善光寺 它是日本淨土中第三代的 叫善空寶照和尚 在這邊建寺廟 我為什麼要給你看呢 是因為我在這邊拍了幾張很特別的圖 跟光無量受佛經有關 它是日本淨土真宗 當然現在也有供古灰塔 然後變成現在沒有人住 現在是在家居室管理 可是呢中間就是供的阿彌陀佛 它是日本的佛刊式的 其中有一兩幅很重要 請看一下 有一點模糊很抱歉 是因為它有玻璃 左邊這個佛就是阿彌陀佛 右邊是釋迦摩尼佛 看到了嗎 然後中間有一個橋 有一個人 有沒有 那個橋的上面還長了很多很多的火 然後呢再看右邊 右邊有一群人是冤親在主 右邊阿彌陀佛 釋迦摩尼佛的右邊 還有一些幽冥界眾生 好 這是要講什麼呢 請看 往生極樂世界其實很難 就說阿彌陀佛放光加持 你接引你去 你要去啊 你常常都會懷疑 就像剛才講 聽經就好 不用 誦經就好 不用聽法 其實你都是亂亂聽的 你都不相信佛講 所以你自己往生極樂世界 這條路上有很多火 這裡的火代表貪嗔之煩惱 你很多放不下 所以阿彌陀佛放光苦口婆心 勸你啊 眾生啊 希望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可是有些人不契機 有人誹謗大乘非佛說 有人呢說西方極樂世界是假的 是方便說 其實這都動搖你的信心 所以你就不會想去 再看右邊 右邊是釋迦摩尼佛放光照著你說 不要相信別人 要相信佛說 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 都是佛說的 你為什麼不相信呢 放光照 往前走 往前走 不要回頭看 回頭看什麼呢 請看 旁邊下面 有幾個冤親在主 惡友 然後再看右邊呢 靈命中 像地藏經一樣 幽冥界眾生 不希望他去 為什麼 你去了西方極樂世界 我就沒機會 找你算賬啦 所以你才知道 往生極樂世界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善導大師曾經說 他講到一個很極端的比喻 如果你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有一天 十方一切諸佛 都現前告訴你說 極樂淨土是假的 你不要去 你都不要相信 你看他講得這麼絕對 在觀金四帖書的註解裡面都這樣講 阿彌陀佛極樂世界是真實的 你要信願性 你真的要按到 今夜三幅去 阿彌陀佛跟觀音菩薩 從來沒有捨棄任何一個眾生 只是啊 你自己不想去啊 請看這張 法杖比丘 我好不容易找到這張 對他的老師 世間自在王如來發願 這些圖片 我在48大院都講過 很精彩 我講了14天 你看 法杖比丘 從陰地裡面發願啊 對不對 發了阿彌陀佛48大院 他看到所有的眾生啊 就修行進一步 退九步 多有的 五著二世 傑著 見著 煩惱著 眾生著 命著 也就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因緣啊 讓你退到行 好不容易也一年才聽五天的獎金 能夠全來的也不多啊 你就知道 修行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呢 假如你往生極樂世界有個殊勝 第一 絕對你不會多如喪惡道 第二 那邊有良師亦友好環境 你可以繼續修行 第三 他也沒有生的痛苦 所以晚上也不用睡覺 你繼續修啊 修到有一天 不管你靜靜退退 好 就算懈怠一點 絕對 會保證你一定修到成佛 注意聽喔 我沒有說一往生成佛 沒那麼容易 往生以後還要修福修慧 但有一天 一定會保證你成佛 因為時間跟空間是不虛妄的 好 看一下圖片 所以往生的時候 西方三生會來接引你 就像這一張 一刹那之間 阿彌陀佛天月明空 異鄉滿世 极樂世界就現前 請你要記得 今天晚上回去發願 待會我也會帶你們發這個願 接下來 臨病中的時候 你看到觀音世智 蓮池海惠佛菩薩 映光大師 弘毅大師 就看到這些 對不對 欲知實至 你看 極樂世界莊嚴無盡 極樂世界有多少的人 我可以跟你講 師父現在跟你講經 西方三聖 連死海惠佛菩薩 都聽得到的 只是你不一定相信 你也不一定真是感受得到 好 當你蓮花化身的時候 就這裡 你不用父母的身體 而蓮花化身 將來能夠發願 正到阿彼八字 阿彼陀經講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 得身彼國 正阿彼八字 就是七八地 不動地的菩薩 等到你正了阿彼八字以後 注意聽 你將來就可以 成願再來 祝你的先生 祝你的小孩 祝你的孫子的孫子 孫子 在無量的世界 你成願再來的時候 你過去現在未來都記得 那時候你不怕度不了你的家人 不要急 先度自己 你自己都沒吃飽了 怎麼可能幫別人吃飽呢 你自己沒有從輪迴當中得到解脫 你是不太容易度其他眾生的 好 接下來這就是上品上身 你看 正無聲法忍 而且呢 上品上身 也在家出家 都可以上品上身 我正是長話短說回答說 有人問說 在家居室修得比較差 不可能上品上身 錯 觀無量受佛心 尾提西夫人 他就是上品上身 當然出家人好好修持的話 功德力也是很好 在家居室也有機會上品上身的 但你要很用功 接下來你看 下輩的眾生 簡單講西方極樂世界有上中下下三輩 其實它是歸納說 三三就得九 就九品蓮花 事實上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 是無量的品味的 請看下輩往生 有些造了重罪 懺悔 你看小朋友也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這張圖裡面要說 它是往生前的身份 到了西方極樂世界 一化身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是長的一樣 三十二項八十種好 舉一個例子 現在師父往生 我往生 我一進記得我是新鴻師 我穿的衣服是咖啡色的 你一定有記憶 所以在圖裡面他畫的是咖啡色 但是西方極樂世界 注意聽 沒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的話 有生就有死 有死就有輪回 西方極樂世界 一化身 每一個人都是三十二項八十種好的 那我想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 因為我還有很多圖片是講不完的 等一下 經文的 講一段好了 再講一段就結束 請翻開經文 看四十一頁 四十一頁 一定往生極樂世界 所以念普錢請願品 一定會往生極樂世界 紅衣大師 每天就是念華元三品 請看四十一頁 又富世人 離命中時 最後一剎那 所有一切的豬根 看幻燈片 師父有標顏色 一豬根 眼耳鼻舌生意的器官 都一定壞了 所有一切的親屬 你都沒辦法跟著你 就算他傷心 哭啊 爹啊 娘啊 你不要走 你還是得往前走 西街舍離 一切的威士 就算你是國王 你是董事長 CEO 對不對 一切的威士 都會消失 你就算是有文武百官 王公大臣 或是你的宮殿 內外 巷馬車 甚是指交通工具 乃至你有很多金銀珠寶 鑽戒 琥珀 琥珠 念珠 通通都帶不走的 如是一切 無富相隨 只有一個會跟著你 普賢十大怨 怨王不相捨離 他像影子一樣 一刹那之間 會推動你 引導其前 一刹那中 即得往生极樂世界 所以他扣有三個力量 一 佛的力量 第二 普賢心願品 法的力量 第三個 你自己羞恥的力量 到了西方极樂世界 請看四十一頁第六行 道已即見阿彌陀佛 文殊是立菩薩 普賢菩薩 你看 你往生一定會見到阿彌陀佛 文殊跟普賢 是華言三聖 也在這個說佛世界 其實他也在西方极樂世界 幫助阿彌陀佛 觀自在菩薩 彌勒菩薩的 觀自在菩薩 就是觀世音菩薩 把彌勒菩 警化起來 所以秀一貫道人 你告訴他 彌勒菩薩也在西方极樂世界 很多人修為世的 人間淨土的人 都會批評淨土中 其實他應該讀一讀這個經文 他們在棒法 這是釋迦牟陀佛親口所說的 到了西方极樂世界 會見到 觀自在菩薩 彌勒菩薩的 這些大菩薩都可以看到 此珠菩薩 色相端緣 功德具足 所共圍繞 你會看到自己蓮花化身 然後從蓮花上走下來 繼續聽經文法修行 有一天 當因緣成熟 你一定會蒙佛受祭的 請看 下面是中輩往生 你就可以看到 蓮池海會 旁邊有很多的大菩薩 也有阿羅漢 阿羅漢就是回小向大的 蓮池海會慎重 剛才下輩 中輩 現在上輩 往生以後 你從蓮花一下來 你就可以在天空中飛了 你看 阿彌陀佛上面 光中化佛無數億 有很多的大菩薩 再看 好 寶樹的旁邊 看左邊 也有很多人居住的 所以在西方極樂世界 你住哪裡 住在宮殿跟寶樹上 你看上面有很多 在虛空中聽聞佛法 這都是上輩往生 上輩往生 都是要發廣大的菩提心的 利益很多眾生的 他都可以在虛空中聽聞佛法 也好 印光大師 看紅衣大師 看廣青老和尚 通通都是欲知實至 誰說淨土是假的呢 絕對是真的 好 我今天講到這裡 有一天 希望我們會在極樂世界見 師父是一定會去西方極樂世界的 加油吧 好 那我們念回向文 好不好 好 打擾五分鐘 請大家 帶你念 極樂世界回向文 明天最後一天 我們 也有時間的話 我們也會念極樂世界發願文 現在呢 先教你 請翻開第六頁 請看幻燈片 請合掌 我們也念過 所以慢慢念 兩句一個念 不要念錯 慢慢念 請合掌先觀想 阿彌陀佛 連此還會的佛菩薩 就像虛空中兩三層樓這麼高 過去現在未來 不管 有緣沒緣的眾生都在你的旁邊 坐在蓮花上一起發願 好 我們一起念 願我靈欲命中時 靜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差 我既往生彼國已 現前成就此大願 一切圓滿盡無餘 利樂一切眾生戒 彼佛眾慧賢清淨 我時余生靈花生 清獨如來無量光 現前受我菩提祭 蒙彼如來受祭以 化身無數百巨之 勢力廣大便十方 普立一切眾生戒 乃至虛空世界盡 眾生極也煩惱盡 如是一切無盡時 我願就盡恒無盡 我此普賢殊盛行 無邊聖徒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往無量 願經理佛發願 修持功德 回師有情 四恩總報 三有其之 法界眾生 同源總之 阿彌陀佛 給我再一兩分鐘 我有看到有些老菩薩沒有念 可能你覺得說 師父我不會念書 請會念書的人教他念 你要學 台灣有很多老菩薩不認識字 一個字是阿彌陀經這樣學 你這輩子不學 來輩子還是不會 所以師父就打了漢語拼音 如果老菩薩 我比較忙 我沒有時間錄音 你應該教那些不會念的老菩薩 一個一個字念 願我靈欲命中時 看漢語拼音啊 我請新加坡的佛友 要學 不要那麼固執 你不要覺得 哎呀 我不讀書 阿彌陀佛可能不喜歡我 沒錯 阿彌陀佛從來不會捨棄一個眾生 只要你有這個怨心 用聽的不會去極樂世界 我常常講 智光在放DVD 你有看到滴滴 長著翅膀飛極樂世界嗎 沒有 答案心有力量 所以老菩薩 你不會的人 不要害怕 不要氣餒 你學 從第六頁到第七頁請背起來 你這輩子不學 來一輩子你還是不會 師父沒有看清你 我在台灣 我是很真心的 希望你去極樂世界 台灣呢 在鄉下有一個阿公阿婆 很多人沒有讀書 但是六隻灰農大師也沒有讀書啊 但他可以開悟啊 所以希望你要學 好 今天獎金就講到這裡 錄影到這裡 190 下車 那我沒有想到我今天 沒關係 好 沒關係 好 沒有 他請教教我們 謝謝